万里区公所举办的亲职教育讲座 戳戳秀杯店DIY邀请育友学龄前幼儿家长一同来参与 希望课程能够帮助到家长更好照顾和教育孩子 吸引了约30户的家庭来共享盛举 透过活动协助家长增加育儿的知识与技巧 并强化家庭照顾的功能 同时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让大小朋友都能够更加的了解彼此 提升家庭幸福感并促进家庭的和谐 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很容易会训练到耐心 因为你要戳重复的动作 一开始会觉得很不错很不错 等到你要戳到一整面的时候 到后面其实很多下半场的时候 小朋友耐心会开始渐渐的鼓勾 那怎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找到那个循环 就是他又可以继续回来直接继续戳 也许是透过一点小休息 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 那宝宝宝在旁边观察的时候 你可以观察到每一个小朋友 他们很特殊的情况 或者是他们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自己解决 自己情绪 或者是自己没有耐心的这个方式 在活动中 家长和小朋友一起学习 如何使用戳戳绣的技巧 用戳戳工具在布料上进行创作 并且相互的帮忙分享创作的灵感 孩子们专注的将绣线穿过杯垫的孔洞 构思出各种独特的图案与花纹 展现出他们的创意以及想象力 而大人们则是在一旁耐心的指导 或是与孩子们一起讨论设计 增进了亲子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那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呢 最主要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培养他的专注的能力 然后呢 要有耐心的去完成这些的作品 也希望呢 今天的活动能够带给他们 更多的耐心 培养他们更多的亲子的互动 那不管我们所办的所有的亲子的活动呢 都是希望呢爸爸妈妈能一起陪小孩 能够有亲子共乐的一个养成 然后呢 回去大家能够感情越好 父母是孩子的生活导师 而儿童仰赖父母的照顾 才能健康成长 推广亲子教育知识 主要强化照顾者的育儿观念与能力 没有小孩天生就知道怎么和父母沟通 家庭教育是最实用与最有温度的教育 藉由亲子教育的课程提升家庭照顾的功能 父母与孩子一同成长学习 也期许课程能够让亲子间的关系都更加紧密 即将评刊 欢迎来采访报道